好 臺灣再生裡面發電政策 終於是跨出重要的一步了 這是在宜蘭縣清水地熱發電廠 是取得了國年三十年來 第一張地熱電廠電業執照 目前的發電廠已經開始運轉了 生產的電力將會賣給臺電 而每個小時平均的發電量 預計可以提供給一萬戶的小家庭來使用 而且這個循環發電系統幾乎是零污染 鳥鳥把煙緩緩升起 地藍地熱不只可以煮蛋泡溫泉 現在還可以發電 公民重使用 平均發電主要是因為結構與水源問題 經過多年技術改善 終於在近年取得國內三十年來 第一張地熱電廠電業執照 整個發電廠目前有五座生產景在利用 循環系統會先從地下兩公里 攝取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度的熱水 再透過管線將地熱產生的水與蒸氣 輸送到發電機組內 只取熱轉換電能 最後再將冷卻後的水打回地面自然加熱 整個過程循環再利用幾乎零污染 四點奧美卡大概可以供應一萬戶 也就是大概三星哥大同的 這兩個區的家用 地熱他來講不受那個天候氣候的影響 所以他大概可以二十四小時全天候 地熱發電廠二十四小時不間斷 為臺灣再生能源帶來重要進展 華日新聞張正惠高採位梁洪志 宜蘭報導